我先跟大家自首 因為昨天下午 我非常的認真地看了直播 今天早上又看了 好幾隻的重播 因為裡面有一些關鍵字 我大概跟他報告 這個整個 陳韓會的結果是沒有共識 也坦白講沒什麼意義 就為了見面而見面 我先肯定韓國瑜 他要求全城開放 這是對的 你看之前馬英九 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到美國訪問回來 阿扁總統要見他 馬英九要見我可以 全城開放 後來馬英九自己當總統 他要找蘇貞昌談何事 蘇貞昌談何事 中朝建委也可以 也要全城開放 所以以後大家都全城開放好了 因為大家互不信任 全城開放比較安全一點 可是全城開放的情況下 這麼多的媒體在場 就像剛剛大老講說 阿公也在看 你戰略怎麼能講 你講出來不是 這個洩漏國家機密 陳明通一開始拿韓國瑜 三十幾年前的論文來壓他 這個在我們往來 這個叫考古 你看那麼多年前 他就在政大段上寫了論文 指導教授還是書齊 我拿這個論文來問你什麼 我覺得比較像是台大教授 而不是陸委會主委的身分 剛剛各位前面聽到這個蔡總統 他在1月5號的時候提到 蔡總統在跟外國媒體查詢 他說期待台灣所有的政黨 不要再講九二公司 這是1月5號 大家注意這時間1月5號 過了幾天 韓國瑜1月17號 韓國瑜就不聽蔡總統的 我說我是九二公司的監聽知識者 我當然就給你洗臉 你叫大家不要講 我就是要講 這個當然是韓國瑜 他的一頁界主義 所以其實觀眾朋友 我把這兩個東西放在一項 昨天應不應該談 應該要談 應該要談 韓國瑜還虧陳明通 就見面自己虧他說 不然我九五五千好了 你不談九二公司 陳明通還沒去高雄之間 他說我們這一場不談九二公司 可是你觀眾朋友 你看他們 其實九二公司 才是最應該談的 一個是我們的總統 一個是我們現在網路聲量 最高的高雄市長 他們對九二公司的看法 是相反的 為什麼不談 當然要談 昨天陳明通他講了很多次 主持人家沒統計 他講很多次身分證 身分證 他說我們大家都拿身分證 對 你為什麼不說 我們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為什麼講身分證 因為我給大家看 這個是之前 自由時報總編輯 1月9號的特稿 我考一下觀眾朋友 開玩笑 他說總統對外代表國家 這個國家目前叫做中華民國 你會覺得這一句有點怪怪的 總統對外代表國家 這個國家目前叫做中華民國 其實他講的 就是賴清德跟顧寬敏的心聲 目前叫做中華民國 美國說目前我叫美國嗎 然後難道我改天要改 他要坐現 他要證明 他要獨立 他要建國 所以我跟你講說 我目前叫做中華民國 所以如果 剛剛主持人那個問題 我想說如果昨天陳明通講 中華民國台灣 如果我不曉得韓國瑜會不會糾正他 但是我先跟他講另外這個部分 我知道你一定會糾正他 我會糾正他 我糾正沒有用 來 我先來糾正這個 這是自由時報今天的新聞 他說葉匡時救韓 葉匡時救韓國瑜 反問他兩岸戰略 我早上看 我為什麼早上去看重播 我昨天看了直播 我沒有看到這一段 葉匡時救了韓國瑜什麼 他說陳明通講話 韓國瑜有點招架不住 我說有招架不住嗎 因為昨天就是各言而至 你們剛剛三個人都說 這個是陳明通有點招架不住 這是自由時報的鞋 你那個是哪個鞋 自由時報 我們要先講是來自哪個鞋 下面就不用講了 韓國瑜說是自由時報 他最後會宣布 還有 他是自由時報的代言人嗎 不是 因為我原本 他跟我們講不一樣 怎麼跟我昨天看的直播的內容 不太一樣 所以因為這個 因為你看錯場了 沒有 同一場 我早上要看了一次 我把它弄大一點 這個自由時報的代言 葉匡時救韓國瑜 有這一段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的職業病 我就回去又看重播 我又看了一遍 有沒有救韓國瑜 因為其實葉匡時 昨天只有講話講一次 但是自由時報內文說 陸委會主委陳明通 當場讓韓國瑜有點招架不住 韓國瑜轉頭問葉匡時 葉匡時當場救駕 這個是延禧攻略嗎 救駕都來了 我們看另外一個 這是友台 這是友台在這邊 3D新聞網 韓國瑜轉頭求救葉匡時 有嗎 我跟觀眾朋友不一樣 他有轉頭 但是不是求救 你這個就內行 他的確有轉頭 因為陳明通跟葉匡時 他們是台大政治系的同學 昨天在場的時候 除了韓國瑜跟陳明通對談之外 葉匡時就撞爆面 所以他最後 就是陳明通講到最後的時候 韓國瑜是禮貌性的 轉過頭去問葉匡時說 你們老同學 你有沒有什麼意見這樣 我聽到因為主持人 昨天的收音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我今天一直反覆的聽 我聽到是老同學 也沒有什麼寶貴意見 現在錄音帶真的都要聽清楚 對 都要聽清楚 可是為什麼會有招架不住 為什麼什麼救駕 以我看來是沒有 所以觀眾朋友這麼簡單 因為我今天看主持人節目 發現我們YouTube同步的直播 好幾萬人在看 好可怕 所有的網友 你們現在在看我們節目的同時 你可以另外開個視窗 這個視窗不要關 你開另外一個視窗 你去看掉那個昨天的袋子 你來驗證 到底是自由時報寫的對 還是我剛剛講的對 我們不要讓觀眾朋友 做這麼麻煩的事 我們現在就播出來讓大家看一下 中央整體的集體利益 你也尊重我們 所以我們是在這個 雙層賽局裡面 我們應該是一個戰略的協同者 老同學怎麼搞個意思 不過這裡面是有點 有點模糊 就是說所謂的戰略協同者 你的戰略是什麼戰略 其實當然你要模糊 我們就模糊也沒關係 其實剛才韓國瑜轉頭 看了葉匡史講一句話說 老同學那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就這樣子 這樣子有求救的意思在裡面 有招架不住嗎 有SOS嗎 有救救嗎 不是 我是cue他講嗎 這樣很明顯 他等於是cue葉匡史 就是這一題由你來問他 就是你到底要我什麼戰略 你到底講的是什麼東西 怎麼會是求救 我懂自由時報 你懂嗎 因為他回頭看一下 葉匡史下面講太長了 你知道嗎 講他有一點宣市長 這宣兵奪主 就是說等於市長 這個問題也許回答的 不會很透徹 那我來 我想就是這個 況且你就不是主張 你點點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講太長了就變成舊假了 對 主持人 我看 因為剛剛我們看 那是沒有任何簡潔的 這順路過來沒有任何簡潔的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韓國瑜他從昨天的整場 他就這樣子 就像剛剛大佬講的 你現在跟韓國瑜鬥嘴 跟他辯論什麼都很難 陳其邁你看 這種狀況 所以他很簡單 老同學有什麼意見 保護意見什麼 他很自然 沒有救駕 我倒覺得葉匡史有點被嚇到 你怎麼cue我 我沒有準備 可是葉匡史問的問題不好 葉匡史說你的戰略是什麼 就不能講 不是 這是機密 就是因為陳明通 他從頭到尾 只會講戰略這兩個字 講了13次 重複很多次 可是完全沒有實質內容 其實就那四個字不能講 沒有 陳明通一直就說 反正你要聽我的 你聽我的就對了 我把你過去的論文都挖出來了 你就是做這個的 所以我給你談戰略 看了這一場 這一個陳明通跟韓國瑜 針對兩岸戰略的談話之後 國民黨有沒有對於戰略 有什麼靈感或啟發 不是 其實 這個蔡英文政府的戰略 兩岸的戰略很清楚 他只是在這個場合 不願意講而已 他戰略就是拒絕承認九二共識 然後怎麼樣 要跟對岸走對抗路線 對不對 要走台獨路線 這是很清晰的戰略 只不過我當然 你說為什麼不講 我覺得當然有一種可能性 說他畢竟是做客 他去拜訪 要不要在韓國瑜面前 講得這麼直白 然後有一些尷尬的場合 或氣氛出現等等 我當然是猜測 所以他是來寒暄的 他不是來協商的 因為如果講太清楚 感覺是來踢館的 我請問你對一個 民意支持度這麼高的人 你去踢館 他會不會踢到自己 你會傷到自己 反效果 對 他只能打打高空 不敢講太清楚 就是怎麼講 點到為止 他只是想要這樣 然後怎麼樣 博點版面 然後當然他的目的 你說刷存在感而已 對 刷存在感 刷存在感之旅 所以當然他的目的 剛剛幾位前輩都講了 主要就是什麼 宣達立場 然後要幫高雄市政府 劃紅線 對不對 然後當然就是說 希望大家不要再談九個共識 我想很清楚 你覺得他的紅筆有拿出來嗎 我一直覺得他連紅筆 都沒拿出來 他紅筆是要韓國瑜去議會的 你知道嗎 不是 也要去議會 他一直跟你講 對 那個戰略 就是要你去議會 你知道 我說真的 我昨天我看了這 你知道嗎 陳明通是一個知名的學者 坦白講他在兩岸關係 坦白講這個學問做得還不錯 很多人的老師 我看他整篇互動裡面談到什麼 剛剛我們講到韓國瑜的論文 講到什麼 賽局理論 講到零和遊戲 講到什麼戰略 講十多次 我說真的 這是學術研討會 對 我感覺是一個老師去拜訪學生 說你以前論文寫成這樣 你現在也沒有落實 就是我覺得有點奇怪 但是我說真的 我覺得談到重點 對我而言 我覺得他整個互動的重點是什麼 事實上陳明通 有非常清楚的表達說什麼 就是我剛才講了 他說在經貿議題上 可以是非零和遊戲 但是在主權上是零和遊戲 這個就是他要講的戰略 他告訴你說韓國瑜 你要把政治0分 經濟100分 然後賣產品就大陸 OK 可以的 經貿我放行 但是只要講到主權議題 No 不行 這就是紅線 你現在有確定他所有的 經貿議題都會放行嗎 我覺得從這場會談到 還看不到這樣子的一個曙光 我覺得大方向是這樣子 大方向是這樣子 但是怎麼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覺得陳明通忽略一點是什麼 當然因為他沒有很明確的講 所以韓國瑜也沒有給他吐槽 如果他 陳明通今天跟我講 我馬上給他吐槽回去 我也是唸政治 詢問沒有他高 可是只有兩岸關係 還是懂了一點 就是說他在講說主權是零和 某種程度我可以認同他的說法 可是問題在主權這個議題 是零和遊戲上的闡述 技術面上或處理面上 是可以模糊的 這也就是1992年達成 這個92共識裡面的奧妙 對不對 一中各表對不對 如果你要把他彈清楚 講開了 講明了 那92共識就怎麼樣 就沒有價值了 你看他不斷的在重複 跳江那個戰略 事實上怎麼樣 真的講清楚 對他其實也是有困難的 最後我要講 你從 我覺得你看陳明通去拜訪 韓國瑜 真的我覺得很有趣 事實上他們每個禮拜都見面 行任約會 行任約會都見得到 為什麼一定要去 我說真的 當然這一場都是刻意安排的 為了去而去的 或者剛才那些政治目的 我就不多講了 但是你看陳明通的動作 還有誰 你說蔡英文的動作 他講四個必須 陳明通去看韓國瑜 還有誰 賴清德 賴清德最近針對制憲 他誇誇而談對不對 認為台灣需要新的憲法等等 我覺得這幾個人在幹嘛 分進合集 我覺得這是未來民進黨 在選戰的主要主軸 還是要打兩岸牌 還是要在這個部分加強論述 以獲得他們選票